每天早上陈富貴都騎著特製的機車 護送太太去他們夫妻倆的開心農場 在沉浸的陽光下 鳥叫聲中在綠意盎然的菜園裡 迎來幸福的一天 我們現在要施肥了 我們是有有機肥 什麼五號肥 你不要隨便聽東夢什麼肥就什麼肥 四顆 這塊是我爸媽留下來的 留給我的 然後去因為 我都一直在打運動 打足球 然後去國外 國內都沒有時間去照顧他 去年我因為 在肌水眼 然後住院三個月 比較有空出院了 然後比較有空來整理這塊地 今年種的鳳梨 然後我的朋友說要一年八個月才能收 所以我們就期待一年八個月的鳳梨 有機的喔 無毒的 有散的 然後這個是花生 我希望我的田一直種花生 因為在這個田裡面會好事花生 每天來都會發生好事 所以我就喜歡花生 而且花生好吃 好種好種 花生好種 可是剛開始的時候拔草 我們拔草拔了兩個月 草都長得比花生快啊 現在都開花了 這邊就是花生啊 這邊都是花生啊 看他長大我就好開心 富貴好開心 來幫忙的人也很開心 富貴的雙手沒有握力 做不了什麼農物 但是他有一雙深情的眼睛 總是跟隨著太太的身影移動 守護著他 在這邊的時候 我當然是一直在想 想話我是陪伴 怎麼去陪伴著他 我又很愛唱歌 我就用我的歌聲來陪伴著他 對 讓他能夠更有提高士氣 他就心情好 我發現來田裡真的會心情好耶 然後來這裡會很放鬆 所以他就唱歌啊 他就愛在這邊唱 就一直唱啊 翻了 一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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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陳富貴是完全性脊髓損者 胸部以下沒有知覺 生活起居 生活起居都要靠太太協助 我不會流汗 就是身體 一下天我就會很熱熱 很會受不了 然後 我的大小便沒有辦法自己控制 都需要我太太幫忙 這個就是2019年開刀的時候 整個免疫力下降 然後下降的時候這個就是脂肉性皮膚炎 身為一個身障者 雖然對肢體的控制少了自主權 只要有堅定的心智 也可以成就精彩的人生 陳富貴家中的獎牌 就是他不斷挑戰自己的勳章 他等一下幫我把肉梨 就是我們就做肉梨沙拉 然後就把它擺盤 就隨便放隨便放 不用太整齊 然後那個火龍火要最後放 這次就是全部是肉梨 他就是這樣一層一層 一層 因為這個沒有鹹味 吃飯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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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了 最主要是文君要出國 他去灰塵 去讀他的想要讀的東西 所以請他們的同學來這邊放送他 文君 感謝你 好啊 從小到大 就幫我洗澡 爸爸大便 真的 我說 幫我用大便 好 這樣自己 每天都在打敗自己 打敗自己 爸爸又要掉眼淚了 給他衛生紙 還有衛生紙 有啊 給孩子最好的教育 就是以身作則 陳富貴夫妻同心 終能成就美滿和諧的家庭 謝謝主廚人給我機會去數我的故事 其實這個故事主角不是我 真正的主角是我太太 因為我太太對我的不離不去 還有她一直鼓勵我激勵我 最主要她是用很狠的心 來造就現在的我 藉此我要深深的感謝太太 及我兩位女兒 一直守護著我 愛護著我 感謝她們 太太 我愛你 謝謝 謝謝 在我民國九十二年一月二十二號 在紅葉開怪所 工作意外受傷 導致四五六七節頸 頸椎完全的損傷 從此失去行走的能力 我要分享的故事是 轉念快一點 一切一切的安排都是美好的 只要你不放棄一直堅持 你總是會身為一個輪椅上的真正的勇士 謝謝各位